大家好 欢迎你观看韩梅视角 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4年7月22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跟大家聊一下关于川普说要台湾交保护费的这件事情 那么我主要是想说的不是说他要求交保护费这件事情的本身 我们是来看台湾民进党这些贱货怎么自清自贱的 我们就知道川普他在刚已上台的时候 中国对他挺好的 他到中国去访问习近平那会对他多好 还让他到故宫去参观是不是 然后跟他签订了一系列的一些经贸协议对不对 就是那些个大订单签订了一系列的大订单带回去 结果川普回去以后就变脸 他为啥变脸 就是川普这个人他是一个商人 商人重力清情义 更何况川普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无赖 想当年他小的时候他爸都管不了他 把他送到军校里面去了对吧 让他到那去呢去受受苦去锻炼锻炼 结果呢就是川普他那一辈子特立独行的这种性格 占便宜没够的这种性格 那之后我们还知道呢就他这么富的一个大富豪 结果呢他都基本上不交税对不对 多少年都不交税啊没有个人所得税 我们作为个人啊就是收入个仨官连早的 我们不都交税吗多多少少都交税对不对 他多多少少都不交税啊 真是不可思议啊就这样的一个人占便宜没够啊 看着别人好就不行啊 那么他到中国去呢 哎一看中国的那个机场那么好 一看中国的这个高楼大厦啊 事如事貌那么好 这心里面就不行了 就过不去了 中国不能过这么好的日子啊 你只能是啊破破烂烂的过穷日子你才行啊 跟印度那样就可以啊 然后呢你也想跟我似的 甚至超过我啊这哪行啊 所以呢他回去以后就变了 他就琢磨人说 哼我和中国之间呢 中国呢赚我的钱 比我赚中国的钱多这就不行 你不想想啊 你是一个大国呀 你一个大国你一个富国 你比别人富啊是不是 那你有钱你肯定买别人的东西啊 肯定要多一些你花钱多呀 穷人花钱少啊 这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一个道理 对不对 哎不管啊不管 中国这样就不行啊 我就要扭转过来啊 我就要缩小我们之间的这个贸易差啊 然后中国呢还以为是真的啊 他就是为了这几个钱啊 所以呢积极地和他进行这个贸易谈判 对吧 然后中国呢甚至还跟他签了说啊 我可以你要求我买什么吧 我就买买买呀 还签了一个什么第一阶段的购买协议 对不对啊 然后呢没想到啊 这个川普在精选的时候呢 他输给了拜登 那么中国还以为说 哎输给了拜登 拜登能好一些吗 前面就告一段落了 就冲打罗令开张对吧 但是拜登不是啊 拜登并没有废除特朗普之前的这个 关税的政策 没有取消 然后呢反而是要求中国说啊 你第一阶段的那个购买协议啊 没买够啊 就是那个戴琪对吧 戴琪还说着没买够没买够啊 继续买 这时候中国啊 可就不一样了 中国已经认清了美国的嘴脸了 中国就说不买了 就这协议不执行啊 直到现在美国还提 那个第一阶段协议吗 就不提了呀 就不提了 中国就不买你这账了 那么现在川普呢 因为和拜登的第一次的辩论啊 占了上风 尤其是最近呢 他被这个暗杀失败啊 现在简直是啊 就跟中了大奖似的 就觉得他现在啊 好像就已经到选了 就以一个再论总统的那种架势说话 每天都是这样 对不对 然后就说啊 要和普京啊进行通话 通过他底下人啊 向普京递话啊 说要通话 普京根本就没理他 普京不理他 但是呢 那小贱人泽连斯基啊 说哎呦我我我 我和你通话 那么这特朗普啊 通话了 但是呢 这个泽连斯基呢 他也没得什么好啊 特朗普就是说呢 我上台之后呢 我会促成俄乌停战 我24小时之内啊 就让你们停战 泽连斯基那傻货啊 你不想想 他24小时停战啊 怎么能停啊 他压普京能压吗 他肯定不能啊 他肯定不能啊 他就得压你 泽连斯基 怎么压泽连斯基啊 我就给你断了 这个军援啊 不是一压一准吗 现在还没怎么着呢 对不对 这个泽连斯基 已经在往后上了 这个咱们这个视频呢 不讨论啊 咱们讨论就关于 台海局势的这个事啊 我们大家就知道这个川普呢 他是不喜欢打仗的 他认为这个打仗啊 是花钱啊 那么有的人可能说 哎 不是说打仗 美国挣钱吗 美国是发战争财啊 怎么打仗花钱呢 谁发财你得说 是军工企业 军工资本发财 并不是美国发财 这个川普呢 说实在的啊 他比其他的那些 建制派的那些政治人物呢 你站在老百姓的角度上来说呢 他确实是好一些啊 确实好一些 有很多人不明白说 哎 川普终于一个大富豪啊 他怎么成了民众的代表了呢 他就是这样的啊 他就说他不去考虑 那些的军工复刻体的利益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啊 他一旦上台以后 他不考虑也不行啊 都得给他教训的啊 给他够够的顺顺的 都得是这样 给他调过来 那么关于台海呢 川普前两天不是发话了吗 说 哎 我们离台湾啊 上万公里 中国离台湾只有100公里啊 我们离那么老远 我们要保护台湾 何其困难啊 有那么容易啊 没有那么容易啊 非常困难啊 你台湾得给我们 是不是得交这个费用啊 你是不是得提高这个费用啊 哎 完了以后啊 白宫啊 就发话了 白宫说 有有有 说这个台湾啊 有交这个费用 台湾交费用的形式呢 就是这个军购啊 白宫都说这话了啊 就是赖清德这个贱人啊 说啥 赖清德说哈 说我们哈 买美国的武器啊 买美国的服务啊 买美国的产品啊 你就有什么要求 你尽管提啊 我们是愿意进一步的满足美国的要求 贱不贱吧 你就说 对不对 不是贱 我们再想一想哈 你这么贱啊 那么这个赖清德的前任啊 就是蔡英文 贱不贱啊 对不对 蔡英文已经很贱了啊 狂甜美 对吧 每一个啊 美国的那些啊 到台湾去访问的时候呢 好吃好喝 好招待 临走 大班小班都拎着 对不对 然后呢 让买啥就买啥 让下单就下单 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交不交货 不重要 对吧 这都是蔡英文那会儿 甜美的那些个行为 到最后怎么样 最后怎么样 在这个川普的眼里面 台湾是啥呀 川普有一次呢 在白宫里面 就敲着他那个大桌子 就是说哈 说中国哈 就好像是这大桌子 白宫那个总统的那个 椭圆形办公室的那个大桌子 可能世界上最大的这个办公桌了 又大又厚实 然后呢 就是这大桌子 然后这个台湾是什么呢 然后在黄过四周 就找 把台湾打一个什么比方呢 后来呢 就拿起来自己的笔 就指着笔尖说 台湾就是他 就这笔尖 笔尖 笔尖相对于那大桌子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对不对 我们说人微言轻啊 就轻啊 你又轻又小对吧 微小啊 这笔尖你都看不见 眼神不好都看不见 就是台湾啊 台湾当时呢 大受打击啊 现在又来了这个赖清德这个见惑啊 然后说啊 你美国啊 你说啊 你说 你只要是开口啊 我们愿意啊 全面的来满足 没问题 表态 但是呢 他讨来了什么 川普那昨天的时候又表态了 川普呢 就说了 他说啊 我和习近平啊 是好朋友 他说啊 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 没错 他原来呢 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呢 习近平对他是好好招待的 对吧 还带着他去游故宫 对吧 那么你通过这一通折腾以后啊 那习近平心里面 能认为你是好朋友吗 你现在呢 也就是啊 剃头挑子 一头热 对吧 但是呢 他就是一头热 说明啥呀 说明啥呀 说明呢 在很多的方面啊 他是离不开中国的 对不对 他说啊 他和习近平是好朋友 然后又说呢 习近平这个人啊 相当的聪明 这个不用你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中国人都知道 然后又说呢 习近平啊 他是很爱国啊 他很爱国 他所做的一切的一切啊 都是为了他的那个国家 这也不用你说 中国人都知道 这是为什么习近平的 你要是民调啊 那民调都是美国的公司到中国做的民调啊 怎么做的咱们也不知道啊 反正是呢 这个民调的支持率 百分之几啊 百分之八九十 反正啊 是九十一项 还是九十一项啊 我现在就不能确定 百分之九十左右啊 世界上国家领导人 有几个国家领导人啊 支持率能达到百分之九十的 对不对 习近平这么大一个国家 你说你一个小国家 然后呢 你把这些人啊 全都给模糊好了 那容易 十四亿人的一个大国呀 对不对 你到中国你去走一走 看一看 全国人民 哪一个不感激现在党的领导 领导的好啊 哪一个不为现在的好生活 而感到非常幸福啊 对不对 中国政府呢 就是你但凡啊 我们的经济发展了 有一点钱 这钱多了 他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 就能体现出来 虽然这么多人啊 大家呢 都能够体会到 美国还说什么 中国对新疆 种族灭绝 别逗了 你要不说这个的话呢 中国人还不知道 你美国是撒谎精 对吧 你一说这个啊 中国人都知道 你美国就是撒谎精 就是撒谎精 就是我对啊 川普啊 要求台湾支付保护费 然后台湾这个赖清德 见惑啊 的回应 我就觉得特别的不耻 他的这个后果呢 也是可想而知的 对不对 现在川普呢 就对习近平示好 那川普啊 要求台湾交保护费啊 加强保护费啊 现在其实台湾有一些 有识之士就在讨论啊 他会如何让台湾 来交更多的保护费呢 除了那些个武器啊 还有军事方面的一些个服务啊 那些费用啊 那么可能啊 台湾比较抵触的 就是有毒的猪肉啊 牛肉啊 毒猪肉 毒牛肉啊 可能川普都会强迫你 必须买 必须得买 然后呢 可能还会让你买什么 就大陆啊 不买的 比如说那个大豆啊 粮食啊 这些东西啊 你也必须得买 那如果只是买买买的话 其实还好办啊 就怕这个什么呀 川普啊 釜底抽薪 就是这个台湾赖以生存的 这个高科技啊 台积电 台积电呢 现在已经要求在美国开工厂了 对不对 那么开的第一家工厂呢 好像开到半道有点 开不下去了 那如果川普上台的话 你开下去也得开 开不下去也得开 有两家工厂 你给我开起来 这肯定不足够啊 你现在台积电在美国开工厂啊 那么还是以台湾为主啊 大本营还是在台湾 川普上台以后啊 我估计他有可能说 你全部都给我搬到美国 台湾就不留了 如果川普要求这样的话 你这个赖贱人啊 赖缺德啊 又该如何呢 又该如何呢 对不对 你找这个流氓来保护你啊 你本来有好日子过的 你连军队都不需要 对不对 台湾只要回归了的话呢 那军队还需要吗 不需要啊 那这些军费开支 如果是发到老百姓身上的话啊 那得多多少钱啊 台湾民众 台湾有很多人啊 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对不对 你如果回归了的话 那军队还需要吗 就跟香港一样 那不需要啊 你如果和平统一的话啊 你主动说啊 和平统一了 那大陆呢 会实行一国两制 就跟香港一样啊 我也不要你的钱 澳门挣那么多钱 澳门为什么说 人均GDP那么高 对吧 他们都不要钱 而且呢 大陆还到那去消费 对不对 那你要是死性不改啊 大陆如果啊 到了那一天 说武统的时候 还能一锅两制啊 开什么玩笑啊 敬酒不吃吃法酒 说什么制就是什么制 怪你的毛病 是不是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中文字幕—— ax